嚕得香噴噴的控肉 肥瘦均勻 一口要下肉質軟嫩 便當要價50塊錢 不過這都是店家 咬牙苦撐的價格 目前已經漲得差不多兩倍上了 每一次的價錢都持續在漲 不只便當店家抱怨豬肉 不斷漲價 連民眾上市場買排骨肋排 同樣漲得誇張 我也在政府 肋排差不多去要30塊 今天六十 七十 現在呢 現在一百 台灣豬價格原本就因為 元旦萊豬進口已經先漲一波 而本來臨近過年 豬肉就會再漲將近一成 現在又因為疫情關係 全球航運海運卡關 豬農仰賴進口的豬飼料 黃豆粉進不來 飼料漲了近三成 導致豬肉價格再度升高 養豬的成本日日在上升 黃豆從十二塊半 漲到現在已經十八塊多了 那我們的成本 這中間已經增加了一千一百塊 豬飼料成本升高反映在豬肉價格上 豬農業無奈希望政府協助 不要讓豬脂斷糧 否則年貫豬肉價格可能會比往年漲近三成 記者陳盛文 廉價慶 謝雲真 章話報導 兄弟成本 點擊 阿薩 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